各位尊貴 各位貴賓 大家好 今天我受申感謝小議員 因為終於要兩年前 邀請我來參與這個 鄉長民以法住民的這個告示 的發送 還要拍一支電影 一年完到現在 他都不時會幫我卡一個電影 怕我走去 所以想在我這代來說 我一開始小議員跟我說這個貸責書 我心裡老實說 他二百 還要做二百 在我這代來說 我對鄉長貴賊 差不多二十幾年 我在貸貸貸的時候 民國七十六年戒嚴 戒嚴以後 我們才開始民情 來實在我們的 臺灣的歷史 臺灣的文化 再過差不多二十天 在我的記者裡面 都 我對二百的概念到現在 一直都磨磨磨磨 磨磨磨磨 我本身是一個對臺灣的歷史 臺灣文化 這認真 這有感覺的一個 算是一個創作者 但是 二十八這個東西 已經 好像 一個政治符號 這樣 要怎麼去了解 深入 了解 二百那個時候 一些人的事情 那個時候 臺灣的社會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都 很莫無妙妙 所以今天 我在這裡 其實我 很感動 很激動 因為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在這裡 建立 鄉長的學弟 學妹 坐在這裡 有 六十六年前的 老學長 坐在這裡 十六年前 我給我十幾年前的學長 十人 李老師 在這個場合 我們在這裡說 月二百 到底 二百是什麼 對在這裡 我們現在 在這裡 學妹 對你們說 二百是什麼 我回想 對我來說 二百是什麼 我一直把這兩天 因為蕭議員 一直不惜把我打電話 你把我打電話 你把我打電話 我想說 這個題目 這麼重要的題目 如果要去我打電話 我就怕 這個算恐懼 但是我還覺得這個題目 非常重要 所以我很好做功課 因為這段 這段 我做功課 我很感謝 這個議員 我看 我們吳主任 下的 的文章 給我一個 最重要的啟示 就是說 要怎麼看 那個時代 台灣二百到底 是怎麼一回事 再來說 我們吳主任 他提出一個觀點 就是說 那個時候 我用我的理念 來重新 解釋 那個時候 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最壞的時代 最壞的時代 怎麼說 台灣人 從殖民 那兩句 二等國民 經濟上 又是三家 一天才沒有政經 好不容易 祖國 接收 還要把我們當作 也是二等國民 那 那信賴是很難 但是另外一個 我明明是最好的時代 怎麼說 在那個社會 動盪不安 的時候 在社群組 新來北 你想說 我要有一個願情 這個社會 要怎麼讓他更理想 未來這個社會 應該怎麼會好 我相信 那個時候 我們 鄉中 在高雄勝最高學股 可以發生中的學生 都這麼簡單 他們在他們的知識上 我相信 應該都有在修科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我先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我相信 我們老學長 雖然十幾歲而已 但是 絕對都有在想說 到底我們 台灣應該要怎麼那麼好 要聽什麼體制那麼好 甚至 那時候 左派思維 我相信 在 一九四幾年 全世界左派思維 其實是很蓬勃的 為什麼 他持出一個理想的時代 照顧弱勢 照顧弱勢 讓整個社會 社會福利制度更好 另外一方面 在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台灣文化成立費 蔣費稅 跟林宣堂 這個台灣文化社會 在台灣 發起文化 台灣文化啟蒙運動 台灣自覺運動 我相信 這些思潮 絕對都有衝擊到 所以其實 我最好奇的是 除了 老學長說的 那個時候 那幾天 怎麼跟 國軍怎麼收拾 那些細節以外 我最好奇的是 那個時代 思潮 那個時代 年輕人 不脫臺在想什麼 他們希望這個社會 改變如何 是不是在那個時候 除了 成立 沖中自衛隊 保護校園 保護外省人之外 甚至 在這兩三天 裡面 大家 互相討論 甚至 辯論 辯論說 我們要怎麼做 這麼做 這個社會 要走進去 這麼做 我相信 應該是這些辯論 今天 很感動 他們就要做這個 北部 我只好看的 中研院 許教授 他們做的 口述歷史 三大分 很厚 那時候 都很厚 很厚 但是我看到 他很感動 口述歷史 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們看到當事人 他在描述 他在說那些事情 可能 一些所謂的學者下來 跟他真實 跟他可貴 今天還可以看到 那些當事人跟見證者 其實 這感動就對了 一些口述歷史 那時候 高校園做的 是民國八十一年 有了 這久了 在那個時代 有了一些限制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 再做這個口述歷史 應該是 這重要 這重要的一件事 啊 最後 就說 我們這個創作的 我們的 台灣 台灣文化 創作 裡面 剛才 李老師有說過 我覺得是很可能 我們 所有的 戲劇或是電影 在說到台灣的 術 的時候 都在簡化 台北都在簡化 有時候的弱勢化 這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 我跟我們說 我自己的一個理解 我們是說 他在白衣 建物大規模 壓抑 台灣人 台灣的文化 臨 知識分子 不是 屠殺 不然就是 晉身不語 取的概念 就是 那個時候的 國民黨 高壓統治的意識形態 全面進入 電影界 電視界 出版界 文化界 戲劇界 幾十年來 就這樣 下去 到我這段時候 我剛才在接受 被救電影 就是 我接受的就是 我們的台積金已經晉身不語 國民黨 那個時候 高壓統治的 鋪捨 引收 全部的 一些關鍵得順暢 我思維理所當然 因為我主持人就是看的 譬如說 現在戴森川 王偉忠 暗定 他們都在那些 建築什麼建築一村 這種構思 對我來說 這就是 所有的台灣文化 這種 都覺得 我這台 就要 有些 反省能力 重新回到歷史的現場 去爬樹 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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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弟 學妹 你們這台 又炒了二十幾年 我不敢想像 可是 我們 我們這台 我們這台 我們如果沒辦法 把我們 台灣的 別術 的真相 很貼切的還原 一台一台 一台 到最後 不知道變成怎樣 變成 說 我們 那種 二百 鄉共樹的 故事的時候 我們也是理所當然 去借用 王偉忠 他們的金鐘一村的模式 角色設定 就來翻 這就是 歷史就是 慢慢那種 被扭曲 被簡化 所以 我 這是一件 我覺得 體育局也好 電影也好 是一個最危險的東西 也是最有力量的東西 所以 我面對這個 調整 校園議員給我做這台 我最怕的 我也做戒身恐懼 但是 我臨於 我一感謝 給我這個機會 好好進入 歷史的細節和真相 當然 我也 祈求我們 學弟妹 這台 你們在看 氣局 你們在看 電影 但是 說到 台灣過期的 數字 不可以 理所當然的 全盤接收 好好的 回到 當時的史料 去理解 是 什麼人 在創造 這些 體育這些 電影 他們的 編導 的意識 形態 是不是 這周園 是不是 對我們台灣的 寫到文化 有一種 愛 不是說愛 這親愛 你在看的時候 你也要有一個 理解 不要說 只要是 那個時代的天才 我們就都 熱心擁抱 當然 那個天才是 重要的 但是 怎麼去 講的數 也是重要的 所以 剛才 李老師說 歷史詮釋權 歷史的詮釋權 歷史的話題權 其實我們台詞情因 讓我們壓力60年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的 詮釋歷史的 文化藝術作品 是有問題的 包含 包含我這代 因為這樣 讓我們打起來 到你這代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要好好處理 好 謝謝